首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问题 就是对待自己的嗔恨心 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是最重要的 我们生气 有的时候就不觉得生气 好像是有什么过失 这个宪法的过患 不现见的过患 我们可能讯息的不够 就不觉得这个嗔恨有多严重 对我们的修行障碍有多大 不够重视 人就是这样的 你在这个方面认识深度不够 那么你就不够重视 不够重视的话 你就会经常忘记 怎么样的需要 面对最近的时候 你生气了 你还会觉得 这个对方太气冷了 觉得自己生气 好像是应该的 对方太气冷 就是觉得 已经冷无可冷了 理由很充足 其实我们生气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就是对于一个修道人来说 你不管对方说了什么事情 对方做的就是 杀到淫妄 伤天害地的事情 我们都不应该去生气 因为你是道人 很简单 就这么一句话 因为你是道人 你是要 惰化众生的人 你是发了菩提心的人 你有大悲心的人 你任何时候 你任何时候 在任何地方 生气 称恨众生 都有极其严重的过失 对你就是严重障道 所以这个态度是最重要的 你对自己生气的这个态度 你要是认识的不够 所以说你以后遇到事情 你还是会继续生气 你会觉得对方太可恶 值得你生气 就是你觉得你生气 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态度问题 你态度有严重的问题 所以说他要先讲 这个不现见的过患 现见的过患 让你要端正态度 态度上要有这样的惭愧性 就是自己 起任何的嗔恨的念头 要有大惭愧性生起来 自己一起称心的时候 你马上这个惭愧性就生起来了 马上就忏悔了 然后再用方法来对峙 为什么自己不应该生气 用道理来观 把内心的那种怨气 的意欲 给把它消灭掉 前面的观修指示 想让我们不要造口验 不要有行动 就是惭愧性的 马上忏悔 这种忏悔还是不够彻底的 更彻底的忏悔 当然就是要 要有空性的智慧 来把这个意欲 给它忏掉 那么就要靠空性的智慧 当然这个菩提心 两个方面 结合起来忏悔 所以我们的忏悔 是有层次的 初级的忏悔 表面的 意欲还是忏不干净的 内心深处的称恨的种子 你忏不干净 以后遇到对峙 你还会生起 要不你再忏 你还是表面的忏 你还没有忏到骨子里去 这样子 好的 对峙 trending